大家好,我是Den 大家知道在韓国买手机和在海外买手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 在韩国法律规定,当你用手机拍照拍影片的时候 手机就会有checkup的拍照音 即便是你将手机调成基因,也会有这种声音 这是韩国为了方者偷拍问题,从2004年5月开始实行的 虽然不是说法律强制实行 但是三星、苹果等所有在韩国销售的手机都会这样 不过最近,在韩国国民全英委员会,为了废除这个规定 召开了国民投票 国民全英委员会表示,全世界只有韩国和日本有这样的规定 虽然是为了防止偷拍而制定的规定 但偷拍犯罪仍在持续增加 甚至最近可以利用无声相机APP消音拍摄 目前为止,投票的网友中,有85%的人表示 希望不是强制,而是可以自行开关拍照音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在公园等地方,或者有人的地方拍风景照 或者帮朋友拍照的时候 如果有拍照音的话,旁边经过的人突然看过来会觉得很尴尬 那些打算犯罪的人会故意使用无声相机应用 或类似Insta相机之类的工具 这不但没有意义,反而只带来不便 所以我认为真的应该取求这种规定 在户外和家人拍照时,拍照音是美好的声音 但在图书馆里则是不好的噪音 要防止偷拍,重要的是提高刑罚 如果声音可以预防犯罪,那有警察在为什么还会发生犯罪呢? 这是一项不必要的规定 决定要犯罪的人还是会犯罪 不会犯罪的人就不会犯 这不是说不要做,而是应该要自律 如果为了报警要拍摄 但拍照音想起要怎么办呢? 马上就会遭到报复 而且在家里拍摄婴儿时也非常不方便 住在国外不发出声音,真的很方便 哈哈,我也是一样 自从我在台湾买了手机之后 就变得更勇敢的可以在街上拍照 在餐厅拍影片了 对于手机拍照有拍照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走不过来 我走不过来 我梅满奖的 我走不过去 我走不过来 隔壮处抬 我走不过来 我走不过来 要看我的